啊 綠色 綠色的什麼 恐怖森林喔 那是什麼 我只知道害羞黑森林而已 有喔 紐柏林賽道啦 那啦那啦 抽獎活動喔 等一下我們會抽出 庫莉博克小熊 不是啦 這不是庫莉博克喔 這個是那個 計程車博物館的小熊 欸 來 還有五個空車的鑰匙圈 這都是計程車博物館的 他們銷售的一個紀念品 那我是覺得 台灣很需要這種瘋狂的人 我也很瘋狂 可是我無奈 我還沒瘋狂到那種地步 可以自己去用一個博物館 大家如果有機會有排行程到宜蘭去的話 可以去參觀一下 可以去參觀一下 這個去找計程哥 他也叫計程 那個是我們小小的心意 我們跟柯P去辦日遊 然後帶一些紀念品回來抽給大家 小四哥以後買SWIFT SPORT 手牌試完後會賣嗎 會啊 應該會賣 除非他真的太好開了 今天東正新聞來採訪的是說 那個聽說到1月7號 政府就要 要停止這個就換新的5萬的補助 那他來採訪我們說 我們的看法怎麼樣 站在二手車商的立場 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好或是不好 你會不會太懂了 怎麼都知道那些網路梗 我年輕人耶 OK I'm young man OK You don't know who I am I'm young man OK I'm just a kid OK 接到電話新仙草內裝不能買淺色是真的嗎 我跟你講齁 那一通電話 我不知道他會拿來影片播 我那天跟阿呆要去搜VOVO那天 去嘉義那天齁 然後車上 當然我們開車是很安全的 我們是開過音的 冠儀就打來 問我一些這個仙草的問題 聊了一下 那我沒有想太多 我想說他是有些問題問一下這樣 結果昨天有那個粉絲朋友網友跟我說 小四哥我看到冠儀的節目你在說仙草 我說我常常去冠儀的節目說仙草 他就貼給我連結 我去看才發現 原來那一天講電話有被錄起來 都沒跟我說真的沒聲 我在這邊可以對天發示對天就抓 阿呆也在旁邊 對直接被播出 我真的不曉得他要把他放在影片裡面 沒有聲的沒有聲的 好不好 你們真的是太支持我了 我真的很需要你們這種大力的支持 小力的也沒關係 我說實在的 因為我覺得啦 因為我們在拍這種影片 我很不喜歡人家說 你拍這個影片是為了賣你這台車 所以我通常都很盡量是 車賣完之後我才上片 盡量是這樣 比如說之前3008 我今天就接到通電話 我看到你3008我想買 我說不好意思那台車我賣掉才上片 我從以前其實就有這個習慣了 我知道大家如果追蹤我比較久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說 你就賣二手車的 一個二手車行講的話 幹的你也在信 PTT最常講這句話 因為PTT很仇視二手車商 每個看到嗎 很多看到 不要說每個 很多看到二手車商 都跟看到仇人一樣 我是覺得還好 反正不是同溫層 只是我覺得說 那我不要讓人家講話 我們就賣掉再拍影片 分享就不確實了 有這個利益的考量 我們的影片就沒有說服力了嗎 CRV跟BRZ跟RAV4怎麼選 我覺得兩個東西不太一樣 在我的眼中 其實現在的CRV跟RAV4 他們算同級車嗎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太同級 我覺得RAV4應該算是 要算是高一個等級 我的心目中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覺得CRV開起來就很像加大的HRV 就類似那種感覺 因為同一間車廠做的東西 直性蠻接近的 很多人詬病的那個什麼風切聲隔音 我覺得那也是確實的 因為你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個加大版的HRV 其實你覺得還蠻合理的 這樣子還蠻合理的 所以我應該要覺得說 你如果想要是俐落一點 然後開起來輕鬆一點 不要造成太大壓力 你也不需要太大的一些 寬度的空間 車子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 我覺得你就選CRV就可以 那你如果是覺得它是要滿足你全家大小使用 的狀況 我覺得你可以選RAV 可是我是這樣 我不喜歡建議人家買什麼車 那我都覺得說 因為每個人的喜好眼光 開起來的感覺需求完全都不一樣 那你要我選兩台車硬要選一台 我是選CRV 那是因為我的用途嗎 對吧 小師哥看起來年輕請問幾年次 我六七 屬馬的 不是不是在罵你馬的 我是說我是屬馬的 我覺得我們這種人好好的話 從我們嘴巴講出來都不太好聽 難怪會被網友幹掉有沒有 好我們就不好嘴 滿好奇那些超低里程的雙B車來源正規嗎 為什麼虧那麼多還要賣 好這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說是進口車好不好 最近在PTT也有看到 很多人講說我跟你講 這麼新的車 這個賣一定有問題 一定是撞過 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怎樣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如果大家看過我一年前 有一台只開了三個月的 馬自達三星款的 像滑鼠的那一款 他開三個月 不知道幾千塊就賣給我 有沒有 如果大家有影響那一集的 點閱率蠻高 有六十幾萬 那個車主帶著勞力士的黑水鬼來 綠水鬼 他帶著綠水鬼來賣車的 然後他還估我就問他 我們一定會問 你為什麼那麼新就要賣 他說 我訂的時候 業務妹跟我講說 CX30要出了 結果我買了 因為他是忠實的 馬自達粉絲 他家裡馬自達有三台 後來他交車的時候 CX30上市 他在展間一看 靠腰空間 後面差那麼多 他就很賭氣 交車開上個月真的賭籃 他就千來賣掉了 那要十幾萬 涼涼了 人家做室內設計的 沒有缺錢 我忘記是不是室內設計 不好意思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我記得是嗎 是蠻不錯的 他在跟我討論那個手錶 他說他有幾支錶幾支錶 人家聊十幾萬 就單純一句賭籃 然後他賣給我之後 他馬上又去訂CX30 而且不跟那個業務訂了 他換別間去訂 他就是覺得賭氣而已 我店內有一台未滿一年的 我記得未滿一年的那個 2019年的 B&W的118i 跑5700公里 為什麼賣 四個字開不習慣 他聊了30萬以上 40萬有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我只能說有時候 什麼叫儀管虧天 對不對 你人沒有在這個行業 然後你從外面看 看這個管子 然後你就覺得 我跟你講一定是這樣 你看 有沒有太陽一定是一半的 他每天從我這個管子經過的時候 都只有半顆而已 所以我 有此可證 太陽是半圓形的 那很多各式各樣的原因 當然我覺得 事故也是有的 好不好 也有可能是有的 然後 繳不起貸款也是有的 拔輸狗也是有的 紅毛離婚 分財產也是有的 各式各樣的原因 各式各樣的理由 真正的事故賣掉 坦白說 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其實是少數 我坦白說 這麼新的車賣掉 其實是少數 真的有的人三十萬五十萬 對他來講是三十塊五十塊的事情而已 好不是你們想的這樣子 哦 搭台車那麼新會賣 一定是啊 買到車王啦 一定是撞到啊 撞到也才賣的啦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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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 好不好 家瑋說 新一代的馬三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之前看你影片說 不想花心思 不想改也可以買 可以買啊 馬三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我不知道年輕人看得怎麼樣啦 以我40歲的年紀 42歲的年紀看 我覺得還蠻帥 蠻年輕化的 而且內裝質感 我很喜歡馬自達現在的內裝質感 很細膩 有細節 好不好 我們注重細節 請問小師 水箱支架表面有剝落碎片 車零二十年有立即性的安全問題嗎 又如何看是否有漏 那個水箱支架掉漆 不是水箱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當然車零二十年的車 結構上面一定是會比新的還要差一些嘛 那我覺得不至於有什麼立即性的安全問題 要如何看有漏來我教大家水箱架的下面 水箱是鎖在水箱架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水箱通常都會有個接縫處 上面是一個塑鋼材質去夾住這個鋁的部分 那你去看那個接縫處有沒有漏水的痕跡 那現在大部分水箱金都有顏色 顏色 不是顏色 顏色 Color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夾縫處 有沒有綠色的啦 紅色的水箱金顏色啊等等的 好不好 小師哥有好表嗎 沒有我都卡西歐 我都卡西歐比較多 大黃蜂那台怎麼來的 沒有啊也是那個觀眾粉絲朋友 好朋友開來賣我們的 小師哥中骨折舊率能用算的嗎 喔不行 中骨車的折舊率不能用算的 現在沒有辦法 有任何一個公式可以算出 中骨車的折舊率 因為市場是隨時在改變的 一手跑十年里程三十四萬 發現一隻避震器肉油 更換其他三隻需要一起更換嗎 建議呢 你如果想省一點的話 您可以換 假設右前壞掉 你就換前面兩隻 左後壞掉的話 你就換後面兩隻即可 好不好 二系開五千丟家的車主 殺死賭氣要賣 車主就是我啊 目前我還在試 看會不會丟第二次啊 因為我覺得 真的是軟體問題的話 我想要再試 小師哥換防暴矽膠水管後 水管就不用再換嗎 還是要啊 你還是要檢查 硬度啊 柔軟度啊 或者是這個街口有沒有漏啊 漏水啊 為什麼車廂都說05到07 中骨swift很多雷車 購入有什麼要注意 會嗎 05到07的swift還好啊 就水路的問題啊 一樣啊 把水路顧好啊 那批swift我覺得 除了水路問題以外 應該還好 不要買里程太高的啦 坦白說那個里程高 其實那個水路出問題的 機率蠻高的 小師哥會推 YATTI 沒有其實YATTI 這種東西沒有什麼 推不推的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的SCODA 跟這個福斯 基本上我認為 它是同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能夠接受 福斯它這個個性 它這個脾氣的話 它的操作特性 維護特性 你如果能夠接受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其實這些東西 我覺得大部分的整個 開起來特性 我真的覺得大同小異 那差別就是在於說 它的外觀內裝 空間大小等等 你個人的喜好 你去選擇就好了 長一點的旅行車 或者是高一點的休旅車 我本來就興趣缺缺 我目前我開過比較高的 類似休旅車 我比較能接受的 就是比如說 有VQ35引擎的 Infinity的 或者是有VQ37 對VQ 就以前的FX那一種 然後還有一個 就凱燕 我覺得開起來我還蠻欣賞 那凱燕我開起來的感覺 是我覺得 怎麼一台休旅車 可以開起來這麼像跑車 真的我這第一個感受 是這樣子 目前這種比較高的車 賓士的我也開不習慣 那B&W的X系列 X系列 我也覺得還好 好不好 不過我是給大家參考 那個人喜好不同 好不好 個人喜好不同 Fiesta 1.0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不要買到改裝過的 Fiesta 1.0 不要買到里程太高 不要買到改裝過的 因為我知道Fiesta 1.0 很多人在那邊改裝 改電腦什麼什麼 改東改西的 你回來容易媽 縮缸 爆缸 真的啦 因為它去調整啊 里程數打太高啊 不是里程數啦 那個增壓值把它打高啊 什麼的 好不好 事故炮整個不講嘛 買中古車本來事故炮也就要注意啦 08年的GTI Mk52萬可入手嗎 對於DSG有什麼建議嗎 這我沒有什麼建議耶 其實DSG這種東西就是 你找到會修的人去 debug一下 基本上現在DSG我覺得 你不覺得現在DSG炒的人變少了嗎 那一個是東西有修正 那第二個是外場技術已經有提升 然後價格有壓低 那基本上我會覺得 就還好 好不好 那至於說可不可以入手 其實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沒有看到你的東西 我不能跟你建議可不可以入手 車況好什麼車都可以入手啊 真的真的 那個前幾天有人有 有同行問我一台那個大發的MI16 問我要不要 MI16很多人不知道 老屁股才知道 MI16是我考駕照的第一次開的車子 因為我媽媽以前的買菜車就是MI16 我拿駕照的第一天 我就是開MI16 所以他跟我講這台車 問我有沒有興趣 說里程跑很少 我說好車款好我要收 結果後來一查 之前當過寄人車 我就不好意思不要了 因為買回來懷念一下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車 對不對 以前開MI16的時候 再去啦 好這個希望我老婆沒有看直播 德國雙B出來的車那麼便宜 難怪台灣水貨賣翻 可是有一個問題啊 你在國外買100萬的車 你竟然在台灣你的成本變成160萬 大約要有60%的一個關稅 加一些貨物稅三小稅 萬稅 全部加進去 所以車商如果假設在國外買100萬的車 竟然要台灣出海關驗完車出來 就大概160了 我沒有幫外匯車商講話 的確現實狀況是這樣 現實狀況是這樣 所以你看 你在國外買便宜 你進來台灣還是得賣那麼貴啊 想找沒被抽菸燻過的時候 要怎麼分辨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有煙味 你沒抽菸的人一進去一定聞得出來 我告訴你 今天我也跟一個來現場的朋友 聊過這個問題 其實有煙味 你不管怎麼除臭 如果他真的是有這樣抽菸 而且我想偶爾抽一次兩次 那個可能就不會有 但是如果他有這個習慣開車 有些人一塞車就想抽菸 有這個抽菸的習慣的人 基本上那一台車的煙味其實是消除不掉的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其實沒抽菸的人一上車都聞得出來 所以你不用擔心去買到 因為你沒抽菸的人你移上去你就聞出來了 那個Alton Chen說的是2008的X5 我想說他是去訂2008乘以5台 因為現在2008很夯嘛 不要吃2008很夯 他剛剛打2008乘5 我想哇幹買5台2008 可是我還沒看過 所以我不知道這車好不好 結果他是說2008的X5 欸那個年代的X5 就可能要注意一下里程數如果有一點高的話 他可能蠻大的通病是在吃雞油的問題 那嚴重的話 可能每1000公里就會吃掉一罐雞油 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還有肉油的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保證肉 你底盤頂起來 我保證下面濕陸陸的 淡肉肉 好不好稍微檢查 阿當的基本的二手車嘛 一些事故泡水 我們不多講 那個基本要注意的 但是對於基建的部分 再來一個 你可能要注意他的變速箱 變速箱在換檔的時候 有沒有很大的頓挫 或者是 你開時速50公里60公里 前面紅燈 你停下來的時候 當你車靜止的時候 會不會頓挫一下 推你一下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你的變速箱的電池法 可能壞掉了 好不好 抽煙前全開窗關冷氣 我跟你講啦 如果一個人 他有在車上抽煙 前車主 然後他很設法的 開窗啦 關冷氣 把手伸出去 頭伸出去 這樣抽阿 那以至於說 他在車上抽了一年 兩年三年 結果車上 一點煙味都沒有 那買的人也無所謂了 不是嗎 對不對 那沒差啦 就像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小師哥我問你喔 他之前如果做過計程車 可是喔 那來計程車他只跑了一萬公里 他可能買新車的時候買計程車 然後買完之後沒有在開 對不對 沒有在跑計程車 他省稅金而已 然後結果他開了兩年三年 只開一萬公里 那小師哥請問那個車可不可以買 那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能買 他是計程車沒有錯 可是他只開一萬公里 為什麼不能買 就跟爐煙一樣嘛 對不對 他賣笑不賣聲 為什麼不能取 對不對 你喜歡他為什麼不能取 就一樣的意思嘛 沒吞過啊 沒差啊 所以以這個車況為主 其實B&W吃機油很簡單 你到後面排氣管一聞 你就聞得到機油味了 遇到吸毒該怎麼辦 沒有啊車上沒有毒的味道 也沒差了啊 也沒有怎麼辦 可是坦白說啦 坦白說那個車 車況是就會比較差一點 是真的啦 對啊 153X5冷車路檔反應比較慢 路檔比較慢 花去了 那個變速箱內漏 那個要修變速箱了 94年SWIFT 2005年SWIFT 對來 俊輝現在講的 他說有看過水箱 水從變速箱的氣法噴出來過嗎 兩個月的水箱 94年SWIFT 我跟你講SWIFT就是會有水路的問題 我覺得SWIFT 他有一些 他我不知道是因為堵塞的問題 壓力的問題 他有一些水會跑到引擎裡 有些會跑到變速箱裡面 所以 他水路一定要檢查得很好 煞車會震一震停住是什麼原因 碟盤變形 停紅綠燈煞車會震一震停住 應該是煞車盤變形 有煙味的時候 孤車會扣很多嗎 我覺得看人欸 如果他是一個年輕人的車 或是有些車行 他就是在賣年輕人的 他會覺得反正下一個人 來買的人也是抽煙 不太會扣 甚至有些孤車的人 本身他自己就有抽煙了 所以他對煙味的感受度沒那麼大 所以他不至於會扣錢 小師哥覺得 舊換新的補助還會延長嗎 我覺得不會欸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選舉剛選完啊 這一兩年沒有選舉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 有政策買票的嫌疑 電瓶建議要買免加水還是傳統加水 我覺得都一樣 因為現在的電瓶 我覺得兩年就差不多要掛了 你如果外面買的電瓶 我覺得送命都差不多兩年而已 我不知道為什麼 媽的一定是有陰謀 一定是阿強的陰廟啦 那個 ToyotaCC值得入手嗎 我沒有試過也沒有看過 所以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入手 那基本上 我對於Toyota的車 Toyota 好不好 反正就是中規中矩 你要他非常好 沒有 他就是這個 絕對不會 他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品牌的精神在裡面 他絕對不會故障率很高 然後他市值保值性也不錯 那省油也OK 那現在他新的底盤 新的配備科技也給的不錯 你如果是一個對車直覺的交通工具 妥善率OK 保值性以後要賣OK 大小空間看看也OK 那我建議你是可以去買 所以我覺得是不用特地的去擔心什麼 我常喜歡講 對人生覺得沒有熱情 不是熱情 熱情 好不好 你不想思考太多 不管不想考慮太多 不想比較太多 也不知道 這個車廠的服務好或不好 那你選TOYOTA是最中庸最沒問題的嗎 坦白說一個品牌經營酒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可以至少有給你一點信心 對不對 好 好也 好 說要好到哪裡去 就還不錯 壞要多壞也還好 因為有比他壞的對不對 大致上就類似這樣 仙草跟Kiss哪一台CP值比較高 我覺得我是覺得Kiss啦 但是我坦白說 那個仙草空間比較大 但是我是屬於 不需要那麼大空間的人 好不好 這個給你們做一個參考 仙草那篇被說 把車講爛才能低價收購 但是收購來就不用賣嗎 對啊 本來就是啊 我不知道你想什麼 而且我把車講爛了 我自己有一台耶 沒關係啦 我覺得這上次也講過 其實我們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同溫層 我覺得其實任何東西都這樣嘛 我後來領悟了一件事情 多麼痛的領悟 我們總統也是一半的人選出來的啊 所以代表什麼 有二分之一的人也很討厭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一定會有同溫層啊 其實我覺得選舉也是啊 大家就在找同溫層而已啊 我覺得很單純就是這樣啊 所以其實看久了齁 我真的覺得還好啦 真的啦 CX7跑12萬車況好買35萬貴嗎 坦白說我覺得車況好的定義 每個人不一樣 對我來說我覺得跑12萬 你要說車況多好 我也是笑笑 但是我覺得只能說合理啦 但是我坦白說 我是因為你已經買了 我不能給你太多的那個 對啊 就像Central人家已經買了 結果被我講一個對不對 現在玻璃都起價 外面要買本機哨把都買不太到 為什麼 因為都要少玻璃心嘛 所以我們有時候你買了我們也不好意思講什麼啦 那基本上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在這個行業我認為 車況好不是任何人說的算 我要看過的才算 好不好 Skoda每一萬五一年保養一次這樣算好嗎 雅豪我認真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每五千就會保養 我不會管原廠怎麼寫 那最少最少我覺得也要八千一萬 那一萬五會太陷了 那個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啊 反正他們有信心嘛 對不對有信心大家一起來 來 大部分人應該沒聽過 算了 我如果遇到什麼車況好的 我都 我一定都會買啦 可是 我坦白說我現在拍片的基準是 我對這車有沒有感覺 小姐你有沒有感覺不錯喔 好不好 遠傳會有iPhone12可以抽嗎 欸說到遠傳我還說 流量很差啊 一好難找就乾爹 我現在要分了 欸遠傳那麼大的乾爹 然後給他這種流量 我真的是覺得下次接不到了 下次找不到乾爹了 欸大家有沒有幫我想想辦法 要怎樣把那個流量增加一下 阿不然我這樣 意料真的 我很難過身我 那媒體部 現在都在靠營業部支撐的 所有預算都是從 從那個二手車部門那邊支援的 當然啊 努力了這麼久還撐不起來 自己的部門 我知道我真的要混起我 我很認真跟大家講 如果哪一天我突然 真的宣布說 欸我真的不完了 不拍了 大家也不要訝異 你外人不能消消 我真的我人本來就瘋瘋的 所以有時候真的覺得 憂鬱啊 心情不好啊 再也不想乾了 沒有啦我是說拍影片啦 不是那個啦 對 不是那不是乾話太少 那個就是我就講嘛 就跟我今天晚上的影片一樣 我們如果要拍一個很認真 然後像模範生像乖寶寶的東西 那就是不能有乾話嘛 人家所謂的下流低俗粗俗的字眼不能出現嘛 廠商會有形象問題 我們是沒關係嘛 我們沒有紅 沒有形象沒關係 但是人廠商有啊 對啊沒有啦 只是說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真的可以去諒解 體諒說為什麼那麼多車評 你們會覺得說啊 那拍的都沒有小師哥好笑 為什麼這個他們講話都這樣 或者是他們怎麼都好像中規中矩什麼 可是其實他們是有壓力在的 因為他們不是每部片都有拿錢 那這部片我如果亂拍拍的不好講的不好 那我以後沒有機會拿到預算嘛 那所以當然他們就必須要很認真的 上電視有形象 維持自己好的形象 那才有機會接到一些大廠的預算嘛 對不對 汪王有些錢嗎 喔沒有啊 來來來來 見一次掃一次神犬汪王 好 來來來來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